倒车一分钟 No 大家好,我是豆哥 今天跟大家聊聊奥迪Q5L 如果说从三大件的配置来看 奥迪Q5L的最低配超级值 也就是40融响进取型 全系标配44区 最低配和顶配都是这个四区 你飞上了天也是跟我一样吃五股杂俩 而且还有定速巡航 后注册雷达 自动注册 主动刹车 全景天窗等 是不是还挺实用的 但是没有倒车影像 前注册雷达 8.3英寸中控屏 就是屏幕大一点的中控屏 甚至说大灯还是仙气大灯 不是LED 近光远光都不是哦 后视镜也不是防炫目的 如果真的要加上这些配置呢 记住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加上以上的这些配置 那就要再加22000上40融响时尚 其实预算吃紧一点的朋友 点到这里就可以 大家都知道 豆哥天天念叨的 要买一定要买动力墙的入门配置 那就不如再加个2.34万 发动机直接升级到高功率2.0T 虽然多了并线辅助和自动泊车 入味这些貌似对老司机没多大用处 怎么说也是加了2万多 总是要加点东西的 这个版本叫做四五尊享时尚 那有没有必要再加21700块呢 升级到四五尊享运动 这样升的话可真是无敌动 就是多了BNO音响和后排安全测器呢 以及真皮加仿皮座椅和腿拖 豆哥觉得呢这里性价比就不这么高了 2万块买个银响 就看你钱包的接收程度 所以豆哥最后推荐 记好了啊 他不记得或者以后再刷不到的朋友就收藏一下 或者关注一下也行啊 预算吃紧的就买四零融享时尚型 预算还可以的 有贵人相助的就买四五尊享时尚型 现在这两款车基本上有六到八万的 有惠惠地的差异就比较大了 这个就要看每个人的砍价能力 高大家一招 带上自己的老婆或女朋友去 效果杠杠的 斗车一分钟砍车好轻松啊 奥迪Q5L都给你选完了 下一台车你想听什么呢 评论区见 下期再见 拜拜